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动不动就会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而且呢还可以拿出例子 你看朝阳社区的大娘啊大妈那眼睛就是雪亮的 今天我想就这个事呢 跟大家探讨一下 也有不同的看法吧 首先啊我承认啊在就是普通的人群中啊 确实存在一些奇人意识吧 他们确实是咱不能说旁门左道 他们确实有一些就是深不可测的功力啊 那也好啊或者怎么样的啊 他们确实是能预测啊 或者是能说对很多事情 或者是呢有些人呢 确实是消息比较灵同 他能就是在某些方面吧 能掌握很多很精准的信息的 所以说呢你要单纯从这一点理解上来说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也没什么错 或者是呢天下没有不透光的墙啊 任何消息啊都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啊 其实一方面我觉得这说的也没什么大错 很有可能 但是呢你得看你这个事是在什么阶段 或者是什么层次的 比方说我就说群众的眼睛确实是雪亮的 能抓住很多艺人的不良的事情上这事 但是这是什么段位的事件呢 就是按照现在媒体来说 标准的是八卦事件 这个呢在很大程度上 我觉得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 而且群众也确实是 很多群众是拿它当茶医饭后的一个谈词 兴趣也比较大 但是我想说呢我们再上升一点 上升到更高的档次了吧 我觉得群众的眼睛可能再亮也没什么大用 因为我想说呢 第一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档次了 就是可以说政治啊国家建设呀 国一国之间呢或怎么样的 这个事儿我相信它各层各级 组织纪律性也都更加严格了 而且你想深入进去的这个手段 也几乎是越来越弱了 那也就是说更上升到互相瞎猜 瞎说的话 包括就是国一国之间的战争 你到底知道什么呢 或者是你到底听到什么呢 真的是你的眼睛能血亮的观察到世界的全部吗 我个人觉得绝不可能 所以说呢 上升到一定高度的事情 我觉得很多事情就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 就和盲人是一样的 真的是什么也不知道 或者说我们不是盲人 但是我们只能看到别人 或者是更高端的人想让我们看到的事情 就是说到历史了 我总觉得历史 中国历史长河那么灿烂 那么幽远 幽长 但是呢 每到一个时期呢 就会宣传一个事情的重点 这好像我曾经就这么想过 历史的长河中 随便我觉得现在对我有用的 我可以任何时候都挑一段 给你大家看看 就好像在历史参考中 我打开了一个小窗 我把这东西 看看 历史就这么回事吧 历史教育我呢 过了这个时期 可能我需要另一段了 那我又在这个历史上 又开了另一个窗 看看 这一段 这你要从中受教育吧 其实我觉得 就是这么回事 问题是谁能打开这个窗 谁能把这些东西给你整理 让你看 我们能看到的 不也就是这些吗 我们到哪里去看真相呢 你以为你能掌握真相吗 你以为你的眼睛是雪亮吗 或者是你以为你身边的人 眼睛是雪亮的吗 我都不这么认可 曾经我看过故事 就是中国那个 曾经的地下战线 李克农什么的 他们这些老革命家吧 老革命 老一辈 他们就是掌握了大量的 就是国家的机密吧 包括涉及到各种事件的一些内幕 但是他们说 以我的党性 以我的为人 和以我曾经在周恩来啊 或者李克农手下工作 以这些老革命为楷模 我会把我知道的事情 带到棺材 带到死 我不会说任何一句话 这说明什么 就是这些事 你永远不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这才是事实的本质 我今天呢 就是想反驳一下 有一些人一说 啊 群众的眼睛就是学亮的 就叫好像你什么都能知道 你什么都能明白的 我坚决持反对态度 而且呢 我觉得这就像一个电视剧 中国很多电视剧吧 就是演盲人的 那些盲人 那些小姑娘 不知道因为什么突然盲了 但是他们眼睛都是学亮的 但是表演上的什么也看不清 其实事实上 事实不是这样 我这个没有任何贬损盲人 或残疾人的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打这个事说 我见过的盲人 那眼睛实际都是和正常人 完全不一样 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些 漂亮的小伙儿 小姑娘 亮晶晶的眼睛 什么也看不着 但是这个事呢 不是事实 但另一方面 它反映了一个折射的事实 我认为 别看你眼睛 血亮很漂亮 但是你眼睛 可能是空无一物 或者是你看到的东西 根本不是事实的本质 这是今天我想说的 谢谢大家 我是老卡 再见